接着我们的镜头回到了台湾 2023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台北场 有近千人齐聚在佛光山台北道场 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 导读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与实践 我们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去聆听 其实就是师父肯定我们每一个人 他不嫌弃他的弟子 哪一种弟子来他都接受 星云大师实践佛陀提倡众生平等 一身智力弘法也始终肯定 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 2023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台北场 离醒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 导读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与实践 如何活在当下 在现实的人间社会里面 透过我们自己的实践 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 然后达到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的人间净土 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收录星云大师智慧 美丽大众从自己做起 唯有去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 否则从学佛到行佛 一步步发掘自我 把佛法实践人间 人怎么去实践 他透过做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万种事 结万种源 然后这个事 他事实上回过来又成就了人 很多信徒他从来没想过 我真的会煮腊八粥 还可以煮出几千万的腊八粥 我们常常说 我们知道到做到是有距离的 我们会去实践大师的交代 在这书里面 他总是殷切地期待着我们 他指导我们明确的方向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2023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台北厂 近千人响应 即便新人大师舍爆原疾 但他的弘法精神仍旧不灭 从整个佛光山佛光会到每一位信徒 发现实践三考四给 让人间佛教伐水长流 带领社会走向良善光明 这位是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